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时间本月15日举行 故他有机会最快在当日出赛 据知Celine现实积极为比赛备战 为了争取出现机会 他每日都努力练歌 年纪小小的台义非常实审 为了保持竞生 连零时都没有时 十分乖巧 对于备战情况 其经理人公司回应 多谢关心 Celine会尽全力比赛 我都会认怎样可以做好上员多箱子出轨害死夫 报将被演义圈放逐一本经典乐团 Speed 成员少员多箱子近日淹三年前 上吊自杀的丈夫挺一出败留 揭发了当年他与男星阿布丽的不伦恋 挨轰彼此老公的多箱子 和小王阿布丽在日本被网友后轰事件负淫妇 人气跌倒谷底 却不见多箱子的公司出面灭火 日媒则报道公司 已决定不再保护多箱子 传达不久后很有可能被演义圈放逐 三年前害死老公的婚外情爆发 后 上员多箱子昨日按照原定计划于名鼓舞彩排女歌手三昌子的音乐剧 据悉 多箱子撕下为了自己的丑闻 已事先向工作人员与搭档道歉 愧疚无故牵累到其他人 而该音乐剧《惊天守》登场将表演到18日结束 势必演来大批媒体争相采访 其他演员被问此事则不愿回应 另一方面 已婚的阿布丽陷入不伦恋丑闻后 有人透露 他与大陆演员妻子时刻早在2012年分居 更有路没指出 两人早就低调签字离婚 但时刻的经纪人表示 艺人的私事不回应 阿布丽方面也尚未对婚姻状态说明刘若英开唱暴雷 梁静如助阵亲亲好暧昧刘若英11日起 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2017 瑞瑞我赶刘若南演唱会 他穿上白衬衫 西装裤 反串成刘若南 全是忘情水 吻别等歌 唱到顽固时 他突然爆泪唱不下去 用尽全力硬唱完 下一趴时迅速恢复正常 和来宾梁静如合唱分手快乐 今天等歌 梁静如惊呼 今天你是属于我的 你今天真的太帅了 两人当场嘴对嘴上演甜蜜亲吻 刘若南和刘若英一样自我要求高 唱到不再让你孤单时 他刚唱两句就喊卡 要求乐手配合重来 唱完故时 他一次耳机掉落 中间落掉一小段没唱 他尴尬笑笑 到副歌时 又再度中断歌声 以为是他耳机又出状况 结果他头一抬起 泪流满面 不能自己 但下一段talking时 他对暴雷仪式之字位体 转换情绪介绍嘉宾 我觉得他的声音应该是宇宙最温暖 刘若英应该不想请他 因为他一来 刘若英就不想唱了 说完梁静如便从舞台后方现身 台下观众一阵惊呼 他忙拿纸巾帮刘若南擦汗 画面看上去相当暧昧 刘若南笑说 真的觉得做男生很好 台下观众皮海放开他 逗得台上两人大笑 刘若英和梁静如虽然过去同门多年 却是首次合作 一王一后默契十足和唱了伤心地铁 阴天 我是真的爱 你已分手快乐 上元多乡子出轨嗨死夫 报将被演艺圈放逐一本经典乐团 SPEED 成员少元多乡子 近日淹三年前 上吊自杀的丈夫 挺一出败留 揭发了当年他与南星阿布丽的不沦恋 挨哄彼此老公的多乡子 和小王阿布丽在日本被网友后 轰视肩负音负 人气跌倒谷底 却不见多乡子的公司出面灭火 日媒则报道公司 已决定不再保护多乡子 传达不久后很有可能被演艺圈放逐 三年前害死老公的婚外情爆发 后 上元多乡子昨日按照原定计划 与名鼓舞彩排女歌手森昌子的音乐剧 据悉 多乡子撕下为了自己的丑闻 已事先向工作人员与搭档道歉 会就无故牵累到其他人 而该音乐剧今天首登场 将表演到18日结束 势必演来大批媒体争相采访 其他演员被问此事则不愿回应 另一方面 离婚的阿布利陷入不轮廉丑闻后 有人透露 他与大陆演员妻子 史可早在2012年分居 更有路没指出 两人早就低调签字离婚 但史可的经纪仍表示 艺人的私事不回应 阿布利方面也尚未对婚姻状态说明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